天氣持續乾旱 苗栗水庫幾乎見底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8號來到苗栗鯉魚潭 考察水庫清育及岩管工程精度 趁著水庫水量少 國際弟兄啟動機具 執行鯉魚潭水庫清育任務 每日清育量770立方公尺 所以我們去了鯉魚潭水庫之後 在那邊就是一方面是要請 這幾個單位要加強清育 另外一方面還有它的岩管工程 也都在施作 立委陳超民為苗栗喊區 並指出擁有5座大小水庫的苗栗縣 是水資源輸出大縣 卻成為全台最早實施 公務停二的縣市 希望經濟部盡早完成管協建制 那有一條線是從新竹拉過來 可能在4月份看能不能完工 能補救我們苗栗縣 我們停水缺水的情形 苗栗縣被維持了也很久 我相信中央在地方建設上 我希望能再減免 這個配合款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苗栗現在是北邊 接近新竹的地方 就是因為工業發展的關係 所以它的用水量跟人口也都增加 當然我們希望就是說 在水庫的調度上面 能夠透過一些連空管線的建置 能夠讓水源比較迅速的做調度 針對苗栗地區供水規劃 目前自來水公司 將鯉魚潭進水場水源 北宋支援苗栗地區約每日6萬噸 穩定銅鑼基地 竹南基地 竹南特地區僅苗栗地區民生有水需求 並訂定短中長程管線工程計畫 預防未來水情吃景狀況再發生 遠視新聞 虎頌56NO苗栗線採訪報導 中部的水